各位朋友,歡迎回到 羅伯爾享樂生活頻道 技術生活生活紀錄 就從今天開始 我們今天帶來各業道 宜蘭一年一度的 2019年綠色博覽會 帶大家來一堵一塊 今天是開末第一天 先去看看吧 它有兩個路口 第一個是從 東山火車站進去 第二個是從生態綠洲的 大門口進去 這次從東山火車站的 入口進去 那有一些景點也是在 東山火車站下面 一些休閒體驗區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走 看爸爸 看爸爸 外面就一些創意的攤位 來來逛逛 綠色博覽會 今年邁入 第20週年 今年綠油為主題 綠是一種態度 一種順應自然節奏 將綠色生活 環保節能 低碳飲服 概念 藉由身體疫情 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進而重新建構 人類敬畏土地的倫理 就拿著把它泡 把它泡一泡咬一咬 它第一個氣泡就放 它從這裡下去了 好多腰子喔 你看 它這邊可以上 啊 呦 啊 沒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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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一直想要來 東山我山下面的 溜滑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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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h for the stars Don't try to get some of your shoes Sometimes I wonder why I end up doing what I'm doing 游是一種行動 無論是綠色的觀光旅遊、互動體驗裝置等 走進了大自然、走入綠帛 讓你呼吸最新鮮的空氣 讓你身心沈浸在大自然的懷抱你 河道上來提供搭船的體驗 今年的綠帛主題就是 節能、綠色環保的主題 好像每一年都是這種主題 在生態綠洲公園裡面 有一些攤位散播景點 不過感覺就是遮液的地方 比較少 所以如果大太陽來的時候會蠻熱的 不過有蠻多稀奇的體驗的 我們去看看 這區介紹的都是一些宜蘭在地的名產 大學生需要詞 voll多ati 別人 都表明查 阿這邊 河道運 我們現在在綠色不安會生態綠洲公園的最高點 這邊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漂亮的景色 早啊早啊 我們下車 下車 阿嬤來救你了 我們在回城搭了解剖車回來 那解剖車 只有一台而已 沒有很多台做交替 所以要等的時間可能會蠻久 好啦我們準備要 慢慢出去了 其實他還有蠻多的體驗活動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是走馬看花 先來看一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3月30號到5月12號 到宜蘭縣的生態綠洲公園 這期間的綠色渡染會 我們已經準備離開綠色渤染會了 如果各位朋友對這裡有興趣的話 我們相關資訊會放在下面 園區還蠻大的 很多可以逛可以體驗 或就是 如果太陽好天氣的話 要做好 防曬的工作 好啦 如果各位 喜歡我的歐巴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 歐巴每個禮拜三下午6點8 很順時 再親影片 各位朋友 下禮拜見 掰掰 下禮拜見 掰掰 掰掰 掰掰